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这里是养生之路,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鹿,健康和长寿是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,在我们的生活中,饮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人们都知道水果对健康有益,但你是否知道有些水果可以帮助你实现长寿的目标呢? 根据世界公认的研究,这里有十种被认为是长寿水果的顶级选择。 其中,令人惊讶的是,香蕉虽然是大家经常食用的水果,却只排在第三名。 而第一名的水果却是日本长寿老人最爱食用的。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水果,如何通过它们轻松延寿二十年。 曾经有一个小村庄,村子里住着一个特别神奇的老奶奶。 她名叫玛丽亚,已经年过八旬,但却依然健康活泼,容颜依旧年轻。 她的身边的每个人都对她的长寿感到惊讶和好奇,于是经常前来向她请教长寿的秘诀。 有一天,一个年轻人来到玛丽亚的家中,她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些长寿的智慧。 玛丽亚热情地招待她,并向她讲述了她的故事。 玛丽亚告诉年轻人,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,从小就在农田里辛勤劳作,没有享受过丰盛的食物和奢侈的生活。 然而,她成年后却变得非常注重健康和平衡的生活方式。 她告诉年轻人她的每一天都是以早起锻炼开始的。 无论是冷风刺骨的冬天还是酷热难耐的夏天,她都会进行适度的运动来保持自己的身体机能。 她会散步,做一些简单的瑜伽和太极等,这样能够提高她的灵活性和体力。 此外,玛丽亚注重饮食。 她选择天然、有机的食品,尽量避免加工食品和人工添加剂。 她喜欢吃各种蔬菜、水果和穀物,坚持每日摄入足够的营养成分。 她还强调保持适度的饮食量,以保持身体的平衡。 而且,玛丽亚每天都会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,保持积极的心态。 她喜欢与年轻人交流,听取他们的故事,同时也讲述自己的经历。 她坚信,保持社交活动和与他人的互动有助于保持年轻的心态。 最后,玛丽亚告诉年轻人,关爱他人也是她长寿的秘诀之一。 她总是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 她相信,善待他人能够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感,这也有助于她保持健康和长寿。 年轻人听完玛丽亚的故事,感慨万分。 她被玛丽亚简单却深刻的生活理念所打动,她也决心将这些智慧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 多年后,成年的年轻人成为了一个健康而长寿的老人。 她将玛丽亚传授给她的智慧,分享给了全世界,让更多的人受益。 玛丽亚的故事成为了一个传奇,激励着人们追求健康和长寿的生活。 正如玛丽亚所说,注重锻炼身体、健康饮食、积极心态和关爱他人,这些都是迈向长寿的关键。 在这个小村庄,人们都铭记着玛丽亚的智慧,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,从而享受健康和长寿的美好生活。 水果在日常饮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,新鲜的水果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物质。 不同的水果,营养价值也不同。 在吃水果的时候,我们要做到多样化,换着吃营养更均衡。 在这个什么都讲排名的时代,水果也不例外,它们也有自己的排行榜。 这十种水果都上了健康水果排行榜,看看有没有你喜欢吃的。 下面我们先从第十名开始说,大家可以先猜一下第一名是什么。 十,紫葡萄。 紫葡萄中含有丰富的类黄铜,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。 紫葡萄堪称水果界的美容大王。 它的果肉、果汁和种子内都含有许多对肌肤有益的营养成分。 紫葡萄中所含的多酚可保护肌肤,令肌肤再生,使肌肤更有弹性。 紫葡萄中含有矿物质感,钾、磷、铁以及多种维生素B1、B2、B6、C和P等。 还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,常识葡萄对神经衰弱,疲劳过度大有必益。 把葡萄制成葡萄干后,糖和铁的含量会相对高,使妇女、儿童和体弱贫血者的滋补佳品。 九,葡萄柚。 葡萄柚营养丰富,含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,一般可食率达70%以上。 丰富的营养成分是其他菊幼类所不及的。 葡萄柚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不仅可以消除疲劳,还可美化肌肤。 此外,每天食用其幼肢,可减少呼吸器官系统疾病,尤其是对感冒、咽喉炎症等有较好的缓解作用。 使用葡萄柚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平衡作用,能振奋精神,舒缓压力,可稳定沮丧情绪,使人感到轻松愉快,充满活力。 八,蔓越莓。 蔓越莓是具有高水分、低热量、高纤维多矿物的水果,营养价值极为丰富。 蔓越莓具有一种非常强力的抵抗自由基物质生物黄酮, 而且它的含量高居于一般常见的20种蔬果之冠。 生物黄酮能够有效地预防老年痴呆。 另外,蔓越莓含维生素C、类黄酮素等抗氧化物质及丰富果胶, 能养颜美容,改善便秘,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及多余脂肪。 七,樱桃。 樱桃含有丰富的铁,每百克樱桃中含铁量多达59毫克,居于水果首位。 铁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,多吃樱桃可以缓解贫血。 樱桃中还含有维生素B、C级钙、磷等矿物元素,营养价值丰富又多样。 六,甜瓜。 甜瓜含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B1、维生素B2、 烟酸、钙、磷、铁等营养素。 还含有可以将不溶性蛋白质转变成可溶性蛋白质的转化酶。 现在正是吃甜瓜的季节,喜欢吃的朋友们可以多买一些。 五,蓝莓。 蓝莓营养丰富,不仅富含常规营养成分, 而且还含有极为丰富的黄铜类和多糖类化合物, 因此又被称为水果皇后和姜果之王。 蓝莓中花青素含量非常高,同时花青素种类也十分丰富。 花青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植物水溶性色素, 属于纯天然的抗衰老营养补充剂, 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的抗氧化生物活性剂。 四,黑莓。 黑莓属于一种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, 被称为生命之果。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, 主要以花青素、锡元素、 维生素C和超氧化物算为主要成分。 摄入人体之后可以起到很好的抗氧化作用, 能够美白皮肤,促进新陈代谢, 而且可以改善记忆力, 对于失眠多梦有改善作用, 可以防癌、抗癌, 预防诸多恶性肿瘤性疾病, 而且其中的果酸可以促进身体内消化液的分泌, 有减肥功效。 三,香蕉。 香蕉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, 尤其是甲元素的含量非常高, 甲能防止血压上升, 及肌肉静卵。 香蕉含有的泛酸等成分是人体的开心激素, 能减轻心理压力, 解除忧郁, 而开心起来, 睡前吃香蕉, 还有镇静的作用。 二,性。 性是常见水果之一, 营养极为丰富, 内含较多的糖、 蛋白质以及钙、 磷等矿物质, 另含维生素一元、 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等。 经常食用性果大有必益, 人食性果、 性人后, 经过消化分解, 所产生的氢磷酸和本甲醛两种物质, 都能起到防癌、 抗癌、 致癌的作用。 常吃还可延年益寿。 一, 苹果。 苹果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纤维素、 维生素、 矿物质多酚等营养物质。 常吃苹果可以降低胆固醇, 苹果富含有微量元素心, 心能促进生长发育, 增强记忆力, 苹果含有很多的纤维素, 能促进胃肠蠕动。 苹果中含有甲, 能补充人体需要, 辅助降压作用。 苹果中含有矿物质磷, 铁, 有防治缺铁性瓶血作用, 还有镇静, 安眠的保健功效。 十大健康水果排行榜, 第一名竟然是它, 每天吃一个好处多。 十大健康水果中, 排第一名的是苹果, 你猜到了吗? 和其他水果相比, 苹果的价格很亲民, 但它的营养价值却不能小觑, 有人觉得越贵的水果肯定就越好, 营养价值也越丰富, 其实水果的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, 季节以及生长周期, 还有种植范围等等, 在尝试新水果的同时, 不要忘记以上这些水果。